迷你一只花,可爱的伴拉,关注伴拉,我们一起拍故事吧 城市里住着小琪一家,他们家虽然不够富裕,但是也不愁吃穿 小琪是个乖巧的孩子,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可他们的妈妈却是个疑神疑鬼的人,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而生气 他老说爸爸不够爱他,要考验爸爸,害得爸爸和小琪都不愉快 这一天妈妈又传货了,这天妈妈送小琪去上学 到了学校后,妈妈没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市场买菜 妈妈买完了才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就说了一句话 算了,到时候让小琪爸爸来给钱就得了 妈妈和老板说了,就转头走了 等到一家人吃完饭后,妈妈生气地跟爸爸说 今天买菜没带钱,害得我丢脸死了 快去帮我把菜钱结了 爸爸很无奈,虽然天色黑了,他还是出门结账去了 而妈妈却在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自言自语说 正好我要考验孩子他爸,爱不爱我,那我每天去买菜都不给钱 就和老板说忘带钱就得了,然后每天吃完晚饭 就让他爸去把钱给了,要是他不去哪儿,就是不爱我 这样就不会浪费我的钱了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妈妈每天送完小琪去学校,都会去市场买菜 买完菜都会和老板说,我没钱 说完就转头走回家 今天设你老板的账,明天设柳老板的账 他从来都不担心,因为有小琪的爸爸付钱 终于有一天,小琪爸爸已经觉得这个妈妈有问题了 不可能每天都会忘带钱去买菜的 他生气了,并且决定接下来这几天都不会帮小琪妈妈给钱 过了几天,妈妈再去买菜 老板们发现没人来给钱 立马就派人去了警察局,和警察说了这件事 警察和老板一起去菜市场 而另一边,老板们再也不想卖菜给小琪妈妈 还一边生气的哄他走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 老板说,您看,就是这个人天天买菜不给钱 后来,警察把妈妈带去了警察局 并且让他留在那反省 妈妈这才发现 其实他有钱呀,是他那爱的考验 害了自己 所以不要轻易考验别人对你的好 考验变成了恶作剧,就会是坏事哦